新加坡籍夫婦猶太魯閣 碰上強陣失聯至今 最後身影監視器曝光 三號上午七點二十分 他們兩人一前一後走下觀光巴士 總算確認他們是在沙卡當站下車 我們希望就是說透過這一次的 那個空拍機 還有那個土耳其專家的那個 空拍機的那個 情況來協助 那個看看有沒有可能 這個可能性 因為目前這兩位外國人 我目前還沒有去 要找出新加坡夫婦 得和時間賽跑 地震當天上午六點多 兩人分別穿深色及紅色短袖上衣 出現在花蓮轉運站 搭乘310次太魯閣觀光巴士 同班車共有三十一人 途中經過十九站 預計八點鐘抵達終點站天翔 而在燕子口及天翔站 一次都有超過十人下車 現在確定他們下車地點 是在沙卡當站 其他的地方找過營 知道那個像那個各位很清楚嘛 九曲洞的 175KB隧道的 綠水 河流 營區的都沒有 接下來搜救重點 還是會擺在沙卡當大崩壁 但要尋人實在困難重重 夫妻倆手機定位不到 至今下路不明 十連超過四天 搜救隊員不放棄任何希望 他們的新加坡的行動電話 我們也去利用那個緊急定位 但是呢 在可能因為也是收訊的關係 或是因為他是沒有電 或是關機的情況下 所以電信關係恢復 也是都沒有相關的訊號 初步靠社群媒體力量 在網路求救發文協尋家屬 提供更多線索 目前已經聯繫上夫妻黨的借界 期盼能有奇蹟出現 三地新聞 徐趙偉翁家瑜 花蓮報導